万万没想到,把鸡蛋倒入秋葵里,简单搅一搅,出锅瞬间就是一道好吃又营养的美食 准备五毛一斤的秋葵,清洗的时候放点盐,能搓掉身上的毛毛 很多人在选秋葵的时候,都不知道怎么选,买回来的秋葵老得咬不动 像我这样掰一下尖尖,能轻易掰动的就是比较嫩的秋葵 不用焯水,直接切成厚一点的薄片,放盐,胡椒粉,一勺水淀粉 碗中打入几颗正经乳鸡蛋,搅匀打散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就是举手之劳,可是却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,您就受累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,辛苦大家了 把鸡蛋液倒入秋葵中,提鲜的关键就是这个含盖量高的蛋干生晒虾皮 配料表里干净的只有虾,吃过的都说好,倒出来满满的一大盆 平时煮面做汤放一勺,纤维瞬间就上来了 锅中油热倒入秋葵鸡蛋液,开中小火轻轻的推动滑熟 有条件的再撒上88粒黑芝麻,煎至8面金黄熟透,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鲜香味美,简单又好吃的秋葵华蛋就做好了,你也赶快做来试试吧